《寵物生命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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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身也出了一本 《寵物生命梨》的書籍 《熊貓外送》 《賣勞力士》然後還有《歌手》 《行天公義公》 《私人保鏢》 《古早味的小吃坦》 《圖文作家》 是NFT 項目社群運營經理 《蛋糕店的老闆》 《在演藝圈兼菜拍片》 《寵物零食的電商》 那以前有投資過餐廳 《夜市攤販》還有《醫美》 《勞力士》今年賠一百萬嘛 《歌手》的話已經賠一千萬 長時間提水啊 拉重 所以產生碗隧道的這個 軟組織肌肉發炎 壓迫到神經 光是交通費就是一大筆支出 在花錢買很多衣服配飾 將近百萬就是花在這裡了 大概兩到三年的時間 我學了木工 還學了蝶谷巴特 讓木關上面更美化 每次美的訓練 一開始就叫我們要穿十公分的高跟鞋 走到後來我們腳背後面幾乎都會磨到有點破皮流血 區塊店這整個資訊上面是非常龐大的 所以我其實每天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甚至可能超過十個小時 想要賺錢 我自己也想要做一個紀錄 想要不然來做歌好了 其實毛小孩等同一家人一樣 希望說他走後的身後是能夠走得莊嚴 本身很喜歡畫畫 然後我很喜歡把周圍的一些趣事把它給紀錄起來 這時候出了一場車禍 就在家小小時接觸到NFT 其實NFT它是未來一個很好的趨勢 在家節的時候好像每一個業務他們所帶的伴手裡都是大概一樣的 那就會覺得說想要別出青財自己做 運不順不但被詐騙還摔車 在行天宮拜拜 一個筊一個簽都沒有 師兄跟我講說不然你來當個志工 然後看能不能轉個運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一直非常的貪吃 以前在行腳類的時候也一直在拍吃的 後來又對料理產生了興趣 拿著麥克風然後又有錢賺 然後大家又很開心笑哈哈 這是一個多麼開心的一件工作啊 30歲的時候我去思考說 我除了做健身教練呢 我還能夠再從事什麼工作 就是嘗試了私人保密的工作 接到父母的電話 爺爺病為了 才發現原來我在台北基金 想要去追求這些工作的時候 我卻失去了我對家人的陪伴 那個打擊我覺得 如果你是有體會過的人你一定懂 他就是一個兩難的衝突 你沒有想到你在外面好不容易有一點成就 可是回到家的時候 你犧牲的是家人這件事 蘋果新聞主動聯絡我 你為什麼要當歌手 我有錢我想要找地方放啊 光這一句話 就引來了一萬多個台灣留言 在下面罵我 想一堆很難聽的 反正就是你們想到最難聽的都在上面了 真的太疲勞 所以假裝現出了一些狀況 四個月內胖了二十幾公斤 左邊右邊的店都是一些二三十年的老店 客人車子停下來要用餐 他就是往左邊走 往右邊走 就不是走來我的店 不算是挫敗 他就是很值得的事情 因為我相信只要你願意為神明服務 總有一天他會回饋到你身上 保護巨石強身 他下背肌的時候 他直接看著我 然後到最後一步 讚然後擁抱我 他說你的身材非常的好 我的自己的工作服 然後呈現下意識中造成話題爆紅 上個禮拜發現超哥追蹤我 不時的受到一些是讀者給我的反饋 他們可能說他們喜歡這一篇啊 或者是說覺得這邊很好笑 這就讓我還蠻有成就感的 培訓主管跟我講 你根本就一無是處 你不適合這個行業 小了一萬六人 上不到幾堂課 就受到這種對待跟侮辱 所以呢我就轉身離去 客戶去重慶出差 說可不可以給他蛋塔 我說可以啊 等你回台灣我就給你 他說不行 你要做好蛋塔 非來重慶找我 對那這當然是客戶的玩笑話 這是一種非常棒的成就感 我也很享受在其中 投資醫美的時候 跟了非常信任的朋友 把三四百萬就這樣投進去 沒有多久就再聯絡不到他了 我去找法律途進去 找這個人 但聽說他還被捅氣中 真的不是我在炫耀喔 我現在求籤不是上籤 就是上上籤 藉由跑外送認識更多店家 拓展人脈啊 以及工作機會 有一些報章媒體來報導我 那我希望能夠透過更多這樣的一個訊息 傳達出去給更多人知道說 要照顧毛小孩到終老 收到一些叫我來體驗 看看他們的洗臉好不好用 或者是化妝水然後什麼面膜 他發現說我省了錢這就算了 但我的皮膚也稍微開始顧回來了 見到我一輩子的偶像 劉德華他來說我從接台他 一到他進電梯 然後到上稿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這此時刻 劉德華就站到我的旁邊 我非常的興奮 幫助了我可以多花一點心力 放在我的就是本業上 因為畢竟我的創作來源 都是這些臨床上的小事物 可以欣賞事物的眼光變得比較廣泛 音樂才藝跳舞唱歌 這以前我都蠻忽略的 好大家聽好囉 真的不要太相信人性 因為遇到了金錢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會轉成另外一個面向 是你不知道的 真正我們自己能做的就是 提高警覺不要太過相信人 還有保持自己的善良 想斜槓一定可以 那就是選擇自己有興趣 因為當你在做一份你開心的事情的時候 就算你的身體累 你的心也不會累 首先呢一定要調整心態 才有辦法呢把它全面性的掌控 然後讓你的這個副業呢 未來也會做到風生水起 我覺得只要知道機會成本 然後設好一個挺損點 那就放膽的去做就好了 不要太怕去嘗試新的東西 即使你沒有嘗試之前 你不知道它會發生什麼事 離開了你的舒適圈 你才會發現更多不一樣的可能性 所有的選擇都是你自己選的 沒有人可以主宰 沒有人可以左右你的選擇 所以選呢 你就要幫自己負責任 跪著都要走完 最後送給大家一句話 是香港首富李嘉誠說 你想要過最好的生活 就會有最強的挑戰